大家好,今天送给你们大家一首永之博士猪 大家一定要记得转发,点赞,加评论 来把猪头的百姓都走一走 在九十年代初,一个安静的下午 账户中走出了一位叫做银子的人物 她的脑袋有点远,身影还有点粗 听说五千年前的前身还有一身好功夫 她坐在树荫下,哈哈牵着将近度 看着人们在眼前走来走去为生活忙碌 有人问她为什么到了现在还不醒悟 她呼噜呼噜说不清楚 只要你过得比我幸福 她把只会放进来小腹 她用眼睛洞察着食物 尽管太阳照到了屁股 也就含上呼噜噜噜 勇子不识主 是个聪明的人物 把快乐带给你了 她还自己装浮屠 虽然她那胖胖的身材没有多深羡慕 却为你无怨无悔 却为你无怨无悔 她坐在树草下,哈哈牵着将近度 看着人们在眼前走来走去为生活忙碌 如果问她为什么到了现在还不醒悟 她呼噜呼噜说不清楚 只要你过得比我幸福 她把只会放进来小腹 她用眼睛洞察着食物 尽管太阳照到了屁股 依旧含生呼噜噜 用此不识主 是个聪明的人物 把快乐带给你了 她还自己装糊涂 虽然她那胖胖的身材没有多深羡慕 却为你无怨无悔的默默付出 用此不识主 是个勇敢的人物 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她不会把你辜负 虽然天上的星星 她怎么也数不清楚 但她会日日夜夜的为你守护 用此不识主 是个聪明的人物 把快乐带给你了 她还自己装糊涂 虽然她那胖胖的身材 没有多深羡慕 却为你无怨无悔 把默默付出 用此不识主 是个勇敢的人物 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她不会把你辜负 虽然天上的星星 她怎么也数不清楚 但她会日日夜夜的为你守护 耶 影子不是猪